大家晚安 國民黨國民厲害朱立倫厲害 因為他們今天跟王盧璇要去登記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候選人還故意給他加碼新聞 來讓大家都知道朱立倫選了一個 現在現在軍債交易的漩渦之中 還不夠再加碼 今天朱立倫前新北市的副市長許志堅 因為收建商金表被起訴 要求我朱立倫怎麼當你的副手都這樣子 還是說大家在一起 這件事情阿北說 到底對於真相如何繼續追 第二個這顯然跟抹黑無關 第三個政治效應 會不會變成朱立倫搶第一沒搶到 很可能還輸給 輸給宋楚瑜跟循勤贏 這樣的一個結果說真的 政治上我們也不願意看到 但是一個是這樣你是不是怎麼樣 各位介紹現場合來賓 第一位資政媒體人 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過來我們的靠靠 大家好 再來兩位台北市的市議員 鍾小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李清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過來 知識媒體人康南俊 老師好 早安 水町 王盧璇 王盧璇 到底是賣幾間 很多人說軍載貿易 簡直像在搞軍火一樣 遮遮掩掩掩 這邊 那邊 最新的是什麼 連世貿新城 台北伊利畢 他聽說也買了 沒可能 對 沒錯 事實上每一次的總統大選 都會有所謂的選舉賭盤 那麼之前兩三個禮拜前 開了選舉賭盤 是蔡英文讓票 朱立倫120萬票 聽說因為朱立倫選了一個好的副手 現在在中南部 他浪120萬票已經提升到浪140萬票了 也就是說這個新聞 事實上是負面的這個新聞 我不知道最近的選舉賭盤 會不會另外開一個盤 就是大家來賭一賭 猜一猜王盧璇到底買賣幾副 你知道嗎 我相信大概連主頭都猜不出來 為什麼呢 一開始說一副 你還記得他說是他妹妹 對不對 後來說兩副 說是他媽媽 後來說三副 然後呢 我還記得昨天 中午到下午的時候 他的警察官丈夫呢 出來這個面對媒體訪問的時候 還堅持是三副嘛 結果突然間到了晚上 也就說是五戶 然後呢 而且呢當時十年前 說這個五戶呢 在他買的時候呢 是一千零大概六十萬左右 經過十年賣了一千八百萬 所以他賺了七百四十萬 那總共加起來已經變了五戶了 可是他又告訴我們說 他賺了七百四十萬 不算套利不算獲利 那我不懂耶 十年賺了七百四十萬 請問這個電視機前面的哪個觀眾朋友 有這個能力啊 你靠一個不算獲利不算套利 你就可以這樣賺七百四十萬 你還要告訴我說 你這個不算獲利 今天這個事情不是違不違法的問題 王璐璇到今天都還在講違法 他合法他不違法等等 我請問你嘛 今天這個郡宅是怎麼來的 就是眷村改建嘛 眷村為什麼要改建 因為眷村老舊嘛 住的以前我還記得我住萬華的時候 叫客難新村啊 那都很老舊的 老伯伯他們呢 都住了很老舊的那個眷村嘛 眷村改建就希望給每一個 這些軍人子弟呢 軍人家眷呢 有一個安身立命養老的一個 退休的地方嘛對不對 適不適合來買賣 好你說啊 大家都這樣做 好OK 大家都這樣做 但是你知道那是什麼心態嗎 那就四個字形容 叫貪小便宜 要當所謂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要當以後中華民國副總統的人 是要貪小便宜嗎 還有一件事情 我不太了解 昨天羅蘇類委員啊 他不是有講到苗栗南莊 也有因為我相信羅蘇委員 不會胡言亂語跑出來講 王璐璇親自帶他到南莊去看過那塊地嘛 買了以後呢 後來因為一些所謂的合不合法問題 再加上四年前剛好買這塊地的時候 遇到了所謂的那個蘇家權事件 所以農舍大家不敢買 欸很奇怪 羅蘇蕾後來沒買喔 可是王璐璇後來把這塊地賣掉 他昨天晚上說是他公公買的 跟他沒有關係 可是這塊地啊 有沒有存在南莊 有有沒有買賣 有 王璐璇的家人有沒有買 有 後來還賣回去給原地主啊 我不太了解 今天我如果是地主 我把一塊地賣給人家了 如果按照王璐璇所說的什麼 什麼水毒保子之類的 我已經賣給你了 我還要幫你把水 所以你幫我後來買走以後 做水土保持波侃的錢 全部加進去 還有利息錢全部加進去 然後把你買回來 我是傻笑笑 王璐璇有沒有用他利私的專業 告訴人家說 如果這樣的話我就要告你或怎麼樣 我告訴各位啦 很簡單啦 朱綠倫選副手啊 包括許志堅被貪污罪起訴 包括王璐璇的君宅農地的爭議這麼大 為什麼有人不在乎 死豬不怕海水湯 不在乎 我告訴各位 今天絕對不是什麼合不合法的問題 今天是合不合理 合不合適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參選的一個副總統候選人 是一個用貪小便宜心態 來做所謂的過去的這個 來包裝過去的所謂的這個 這個父權人權律師啊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人生之間 還有什麼可以信賴的呢 說真的啦 清元兄 秦赫以堪這四個只能這麼形容 但是說真的 這個跟朱綠倫在講啊 不要抹黑不要攻擊 這是抹黑跟攻擊嗎 是齁 這個事情齁 坦白說 說是攻擊 那只要是攻擊是正確的 那這個在選舉期間在所難免 那抹黑來講的話 那王盧璇必須告訴大家 很清楚的講 到底這個所有在媒體報章雜誌 包括非常多的這些立法委員 包括類似像段儀康這樣 他們所說的到底哪些事實 事實哪些不是事實 你應該跟對社會 一次把它說清楚講明白 不要這個陷入說啊 今天說的 然後明天呢 這個牙齒跟自己的舌頭又打架 這樣的話 你只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讓人家覺得鬥不攏 人家就會覺得說啊 你是一個不可信愛的人 你是經常說謊的人 我覺得這個對他來講傷害很大 我舉例來講好了 事實上 整個王盧璇從1990年 也就是民國79年到現在 到民國100年 21年期間 那等於是從79年就開始買軍載 那買軍載一直到民國100年還在買 所以就是說 21年期間 到底你進進出出多少戶 你自己應該把它說清楚講明白 可是到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看到王盧璇他們夫妻所承認的 似乎來講 只有三戶 一戶是為妹妹買 一戶是為跟媽媽合買 一戶是為他的先生買 然後呢 再加上另外一個農地說是為他的爸爸買 總而言之啦 不是媽就是妹就是爸 要不然就是先生 那除此以外 好像他完全沒有拿出任何一戶 來做套利的動作 可是這跟他過去在參加這個接受媒體 雜誌專訪的時候說法又不一樣啊 財訊的那個 對啊他就說他自己可以透過這個軍載 那個然後套利 然後呢一動就可以賺上千萬 那一般來講喔 房子是這樣的 你買進來如果是自住 不管是媽媽用爸爸用自己用 事實上他都不算套利 因為房價會高會低嘛 你不能說欸我買了這房子賺了上千萬耶 那一定要落貸才叫賺上千萬嘛 賣出去才算賺上千萬嘛 那請問你王盧軒 當時接受雜誌訪問的時候 到底是套哪一間的利嘛 那我們來看看王盧軒財產申報 光我們看九十九年跟民國一百年 你就可以知道他一定有套利的狀況嘛 舉例來講 像民國九二九年跟九十八年 他的財產一下子增加了七百萬 而事實上 我跟他統計的結果不是增加七百萬嘛 他下面還有兩筆債權 這兩筆債權一筆是四百七十八萬 一筆兩百萬 這都是他付出去的錢 叫債權嘛 就是說他經過這種所謂 預立企業的方式 用信託的方式 用債權的方式去買均債嘛 那把他付出去的錢加起來 事實上民國九十九年 他直接財產增加一千三百七十幾萬耶 那我們來看看民國一百年 那他的財產本身跟這邊來比較 又多了七百多萬 可是事實上他不是只多七百多萬耶 他又付出去了三筆債權 跟一筆所謂的債務 這個整個加加減減來起來的話 我把它統計了 當年度又增加一千五百五十五萬多的 這樣的一個財產耶 所以就是說這個財產到底怎麼增加的 到現在為止他都沒有說清楚講明白 按我們來講的話 他夫妻兩個人 就算一個月薪水三十萬 一年也不過增加三百多萬嘛 不吃不喝嘛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這兩筆怎麼樣把財產增加了 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 他跟社會說清楚講明白 那麼再過來他又講到說王盧璇說 從頭到尾都沒有講過一句謊話 那到底哪一句是真話 哪一句是謊話 我們現在到現在為止 我們社會都引起很大的質疑 那有人說王盧璇夫妻只是貪小便宜 我不認為這個是貪大便宜耶 因為他在民國九十五年也好 九十六年也好 他在買這個軍產的時候 當時防疫產 北部的防疫產正好是一個起漲期 到了他民國九十九年一百年要賣的時候 他已經漲了六十八漲了七十八 所以當時他買的時候 就已經買到比市價還價差 至少三五百萬這樣的房子 再加上這個所謂的這個房子的漲價 他套利當了一間就可以賺三千萬 這是很正常的狀況 他們說既不違法 也沒有道德上的瑕疵 主理人在加碼說 這就是抹黑扣扣 這樣子能夠幫他們解圍嗎 其實依照這個眷村改建條例二十四條規定是 你的配售者在五年之內是不可以過戶 不可以轉售的 所以昨天有很多即使是藍營的那些 非常頑固的支持者的評論者都認為 這個事情是違法的 它是托法的行為 它是專法律漏洞 所以這叫違法 一個檢察官一個律師專法律漏洞 這個行業的人最應該是遵守法律的 因為他們執法犯法其實是最佳一等 今天早上朱立倫帶著王若璇去登記 結果朱立倫現閃了 然後王若璇自己面對記者 據說二十秒也閃了 他前幾天不是說他禮拜三要公佈財產嗎 對 那朱立倫現在跟鴕鳥一樣 這個面對的方法 在國民黨內其實引起很多的反彈 黨中央內部今天早上一片哀嚎之聲 他們說反正朱立倫掛了國民黨倒了 那藍營的選民呢可憐了 就是這句話 那在黨外呢 黨中央之外呢 在藍營的鐵桿支持者的心目當中 那簡直不公不義憤怒到了極點 很多跟眷村有關的人 或者是跟榮民子弟跟軍人這個家屬有關的人 都十分憤恨啊 我碰到了好多個人啊 他有一位主持人他在基隆眷村長大 他們家配售了一棟房子 他媽媽的現在是他哥哥住啊 那個有三棟新村啊在基隆 因為從來沒有他們家族人 也沒有人去買多買一棟啊 另外還有一個海軍出身的 也是節目主持人啊 以前還做過台北市的這個高官 他們家在這個健康路那裡啊 叫做松山新村 他們也說我們配了一棟房子 明明知道有這種所謂必所期的 就是專法律漏洞買便宜貨的這個方式 都沒有啊 你更別講說 其他的像李鑫啊 這個鍾小平 這些他們的選民 他們自己心裡明白嘛 那昨天有眷村子弟 在這個PTT上所寫的文章 才是令人血淚交織耶 這些傢伙他們所謂的海蟑螂仲介 是去騙那些爺爺奶奶 讓他們在五年必所期的時候 把他的房子的權利 把他換成現款 很多耶就是爺爺奶奶配到了房子 然後他的孫子要出國留學 那爸爸媽媽不捨得讓爺爺奶奶付錢 因為爺爺奶奶終身好不容易 從破房子換上一棟棺材本 可是這些仲介就會去跟爺爺奶奶說 哎呀你那兒子女兒好辛苦啊 孫兒四年留學啊 你換點錢啊就可以幫助 就這樣賣了 賣了以後還有人反悔 我告訴你 王如璇的先生自己承認 他買的房子裡面有人是反悔的耶 你說他那個狠不狠啊 誰敢跟檢察官反悔啊 檢察官先生跟檢察官太太 是律師賣我房子我反悔 這簡直就是一個罵盜嘛 所以你國民黨不要活了吧 我覺得國民黨就倒台吧 藍營的支持者這一次 你們要不然你們就打電話到 黨中央去這個批判去罵 要不然你們就讓國民黨倒一次 也好 國民黨該死的人該倒的人全部倒光 不過情勢好像不是這樣的樂觀 還有另外一批這個 施虎之類的人正等著在鬥爭 但是這件事情王如璇真的是沒有羞恥心 而且他們的那種貪婪在這個職業上面 令台灣人這個整個社會對司法的紀律 都感覺到十分的這個害怕恐懼耶 他的先生可以2005年就住宿舍 而且還是曾永夫把他簽准的 你們這些傢伙在一個組織 法律的這個政務系統裡面 自己給自己好處這樣賺來賺去 我們老百姓就拼活拼死嗎 不過你知不知道 好殘忍喔 你知道那個農地那件事情嗎 對啊 我們讀了這個資料 買的時候是在他當老委會主委之前 對 當了老委會以後他到了2008年7月時候 他在受訪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賣掉喔 嗯 還在講說本來本來他要是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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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橘筒一下等等 對 現在沒有辦法了 表示那時候還沒有賣 換句話說賣掉的時候 他是老委會主委 對 所以報章報答的就是說 所以那個原來的地主說 他現在是官員啊 我賣給他收拼我敢敢 我覺得他不只是官員 他先生是檢察官比較嚇人 所以那個地主是知道的 這個這個朱立倫你回應一下 這個報這個料的人叫羅書磊 他是國民黨的黨員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不是綠的 所以小平兄 這個就回過頭來問 朱立倫掉頭就走 那怎麼樣 這個事情對他 對朱立倫來講就解決了嗎 他他跳了副手 他親自宣佈的 不是 國民黨一直講 沒有忠心得目與勇氣 國民黨 我從性格來看命運 這些事情的發展 那朱選擇是跟他同盟關係 我覺得應該是要 叫他講清楚給他一些壓力 給他的副手 這第一個我想政治的態度 第二個呢 這分三個層次 一個犯不犯法 是不是專巧門 君宅五年的條款 不得買賣 第二個是他獲利 那去查 查一下 他自己講清楚更好 有沒有所得稅的問題 有可能威脅恐嚇 稅的問題 第三是最重要的 就是社會觀感 跟本黨的選舉的成敗 你講不清楚 就如屈復古每天跟著你嘛 好不容易我們開了一個扇門 叫馬錫會 終於不談住住了 不談三千萬 現在又 馬錫會一下就沒有了 還要煙火 我們希望彈下去 至少 我們還有抗衡的機會 現在是失火了 搞這個就麻煩 因為這個大家有樂趣 然後呢 我覺得他要站出來講 不是二十秒快散 我誠心 我拜託他 我是黨員 拜託我們的副總統 就是應該給國民黨一個機會 也給自己一個機會 就是一 過程 拘其民意 讓劇者提二十個問題 講一小時 就過程講的 吃到飽 問清楚的第一件事 把那個社會生帶出來 媽媽帶出來 妹妹帶出來 先生帶出來 公公帶出來 二 就拿出當初的簽約 跟金流 就你要證明那個錢 你媽媽買也沒有問題 可是你媽媽要證明說 你出了幾百萬 一千萬 就是證明 金流的走向 就在你們姐姐 媽媽跟你 之間要搞清楚 第三個 第二件事 第三個 趕快退宿舍 我不管違不違法 曾永福批的對不對 就選退吧 趕快退選 退宿舍 退宿舍 我不要住了吧 那也叫那個 租一萬塊那個 或兩萬塊那個 房客走 你就陪他兩個月 這就是社會觀感 就是處理 這個就是處理事情的 正確的方法 我們真的奉勸他 朱藥管事 他要趕快把事情講清楚 不然我看會燒到 再燒個五十天吧 不能燒到投票前 你還在講這個 那就麻煩了 是 林俊 剛剛大家在講 這個事情發展下去的結果 放火人挖 很可能就是貴黨的 宋楚瑜跟徐信寅 真的至少要超越 朱立人不是太大的問題嗎 我覺得就是說 你今天既然參選 包含政府總統 大家一定會很 不要講嚴格的檢視 事實上 我們現在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不認為有用 放大鏡來看的這個問題 因為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王如軒在這整個 所謂的軍宅事件上面 他的態度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很詭異 包含您剛剛所提到的 朱立倫怎麼會自己受訪完之後 自己掉頭就走 換這個王如軒自己一個人面對 你不是要支持他嗎 你不是提名他副手 那你就跟他共同面對一個問題嗎 我們也很想問問朱立倫 你是不是贊成這樣子的一個炒作的 房屋的這種方式 或者炒作軍宅的方式 是在合理跟合法的範圍裡面 你也應該講清楚 所以你丟王如軒一個人面對媒體 我是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了 但是難不成未來的這個50天左右 你們要分開走行程嗎 鄧駿你知道嗎 他今天登記以後財產又冒出來 在宜蘭的宜蘭的宜蘭 又有房子 那他承認過 又有這個房子 又有土地 他還有一個辦公室 然後對不起 段營哥說的 101旁邊的精華地段 世貿新城也是個軍材 聽說也有 你說這個事情 他還躲得掉嗎 20秒就解決嗎 我必須誠實的講 就是說我們看到最近這10年以來 台灣的房價其實 不管是從都市到鄉村 很多就是有這種惡意草地 或者是草房的這種情況 為了這樣彭淮南 還特別要求央房要打行 打房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房貸的那個金額 被降到五成二 房貸的層數降到五成五 房貸利率還提高到二字頭 為了什麼 為了不要讓這些投資客 去炒作這個房價 我正式的告訴彭總裁 對不起你失敗了 因為我們馬政府的官員 背著你就是在這樣子的草房 我不知道如果這樣不叫草房 什麼叫做草房 我一間買一間賣一間幹嘛的 而且他更誇張的是 他炒的東西叫做軍宅 軍宅真的不是一般 像外面買房這麼簡單 你知道嗎 他沒有特定的資訊 因為你知道軍宅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我是原眷戶 原眷戶配售 配售完了之後 他有一些額度會開放 給限職的軍事官去抽籤 你要抽籤 還不是每個人都有 所以如果以建華新陳來講 當時配售的時候 其實抽籤的時候 有很多限職的軍事官去抽 但是他根本都抽不到 結果你現在一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突然發現到 原來我們自己抽不到 但是可以由外人來買 還是一個由我們的政府官員來買 而且他買的理直器 告訴他講說 我又沒有違法 那我真的不太知道就是說 你現在的這些國防部的這些官們 這些發言人什麼的 你們平常不是都講說 你們要捍衛軍人權益嗎 錢林匯軍為了這個事情 不是也行文糾正過你國防部嗎 講說你的規定就是五年 好這整件事情 我們突然看到國防部畏畏縮縮 什麼事都不出來講 你知道嗎 你要捍衛軍人權益在哪裡 你們本來說要照顧軍人這個房子 結果被這種投資客 被這種投機客 他鑽這個漏洞 不要講五年必所期 他直接援捐戶配的時候 他就直接幫你 就跟你牽過去了 你國防部裝作沒看見 你騙人家沒有當過兵 國防部的捐裝改建 改建完之後 不是直接就移轉給原住戶 你要移交給國防部的時候 國防部還有一個控管期 你現在都當初沒看到 沒有說話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你第一個社會正義 當然是大家非常重視 就是說今天年輕人很多人 你不要講說你央房打這個房 當時很多人就質疑說 我年輕人要買房子 連投款都沒有 你把我房貸層數往下降 我連投款都籌不出來 你還給我要增加投款 結果現在才發現到 對不起 我們現在這些所謂打房的政策 是限制了一般人 他真的想買房的時候 你提高他的難度 但是真正有錢的這些人 包含這些官 包含這個財產可以不斷的登記 不斷的申報 然後不斷的增加了這些官們 他們用盡了各種的巧門跟方法 而且還可以告訴你講說 對不起喔 人家已經認過 我們沒有違法的範圍 所以呢 我買房子是由我叫做理財 我講難聽什麼叫做理財 你就要錢啦 所以他前天陪郝龍斌去幫立委站台的時候 你八仙過海 王露宣怎麼 他分區的八個人 他還講呢 為什麼朱立倫找我來 因為我是人權律師 我當過勞會出位 找我來就是要實現國民黨 分配正義的目標 分配正義 果然分配的不少 好 我們這段時間到這裡 休憩一下 我們跟上 謝謝 王露宣在後面這個選 很多人就在講說 他做的事情 還有他們的解釋 他跟我們先加起來 就是選之又選 任俊 現在很多人就講說 他先生 王東勳 他本身是叫 農民農卷基金會的監察人 大家聽到農民農卷基金會 這個監察人 這個基金會到底創什麼 這是農民農卷基金會 那監察人在這裡 他的監察人是這個 黃東勳 黃東勳 我們看到了 這個名字叫黃東勳 就是他老闆 我就上網去看 這農民農卷基金會 其中有幾個成立的宗旨 其中一個叫做什麼 要照顧農民的福利 真的好像做到了是不是 他是關注農民的福利之外 賺到自己的財富 我真的很明白的講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不是社會觀感的問題 當然你這個基金會的其他成員 是不是因為他今天任的這個職務 然後所以把他放進去 他因為好像裡面有一些其實也是 他是服務部的代表 對 官員的這個代表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這樣 就是說你今天既然負擔了這樣的一個職務 那你在你的職務之外 有沒有藉由你的職務之變 去獲取相關的資訊 這個是大家會更關心的問題 你知道嗎 你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什麼叫相關的資訊 譬如說像榮民 像這樣的一個榮民的基金會 他其實應該會跟退府會 或者是國防部所謂 眷服處的這些單位 因為這些單位都是在照顧榮民榮卷的 所以你會看到 比如說他這是什麼儀卷的照護 或什麼獎學金的發放什麼的 那因為我官方單位沒有錢 所以一定是把這些資訊轉介給他們 所以我講說他其實整個是會有息息相關的 他有可能從這邊得知到哪一些人是孤單寡人一個人 然後他可能分別到眷社 那現在怎麼 你是這個意思嗎 我先這樣講 就是比如說以眷服處來講 眷服處他會有這個眷改的承辦人 那眷改的承辦人 他們基本上因為他要負責眷戶 所以會有眷戶的仿式 那他們自己也會比較知道就是說 哪個眷戶的狀況 或者眷村改建狀況 我現在並不是認為說 他們一定這中間有連結 而是在因為在過去廣布裡面的案例 或者各軍種的 這個所謂眷改承辦人裡面 確實也都出現過就是說 因為他瞭解狀況 所以他有一些人 有心人士就會透過這些人來下手 那我們比較好奇的是王盧璇怎麼會專挑軍戶 因為我講軍戶真的不是你走在路上 每一個中間大拉拉就貼在那個地方 除非你閉鎖期過了 那個真的沒有話講 可是在閉鎖期內的東西 因為他明明就是檯面上 他不能夠拿出來一定都檯面下 你可以一戶二戶三戶四戶五戶的連著買 你沒有特定的資訊 真的讓人家覺得很好奇 他不是王盧璇講說 我是一個專業的律師 所以我有很多這個所謂 房屋買賣的資訊 我們也實在有很多律師 沒有很多律師 剛才我們主節目主持人說 奇怪我沒有 你們不要說律師就想到 所以我覺得現在問題就回到了這一個 就是說你們自己有這樣的一個工作 比如說王盧璇 你身為勞委會的主委 結果你有沒有特別的照顧勞工 所有勞工有這個感受存在 他不去買那個勞工相關住宅 對啊 你今天你的先生 認這個農民基金會的這個所謂的監察人 他的宗旨叫這個 結果就發現到不對 你們雖然或許你某部分 你在那邊當個監察人 有沒有真正照顧不知道 但你真的照顧到你們家的荷包嗎 因為你都承認這是一種理財的行為 理財就是賺錢嘛 有什麼好去美化他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會覺得說 這不管是不是巧合啦 你今天有沒有透過這個巧門 或者是透過你的職務之變 我真的認為 這已經不是一種揣測的問題 而是你自己必須要講清楚 否則為什麼所有的事情 都發生在你們家呢 你不覺得也太巧了 我們在座哪一個人知道 軍宅買賣的資訊 我們自己很多同學 在官部裡面服務 在軍方裡面服務 光要找那個軍宅 人家還要抽籤都抽不到 今天這個新聞一出來 所有人都罵死了 你知道嗎 是 憑什麼我們這些 為國家犧牲奉獻的人 我們應該國家優先應該照顧我們的東西 結果去照顧到王如萱他們家的荷包 而且他還講得理直氣壯的 覺得自己是對的 那你們沒有買的是你們笨蛋 你們五年必所期沒有買的是你白痴 那我覺得你這種說法真的是 讓人家真的覺得很可悲你知道嗎 所以你剛才特別用到海蟑螂這三個字 一個副總統候選人 竟然會跟海蟑螂這三個字掛在一起 我們剛剛又看了又是礁溪啦 又可能敵這個台北101附近又一個兩個 所以是不是很可能還有非常多的 未爆彈立的地方 上個禮拜三的時候呢 王如萱經過國民黨的中常會 合定通過當國民黨的副總統參選人 經過一個禮拜以後呢 你知道嗎 我突然間發現王如萱的外號 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叫做房如萱啊 房子之多 懸之又懸啊 你知道嗎 到底有多少房子 現在我們還在討論 你們這麼拼 這麼拼 拼 拼 你們一貨 兩貨 三貨 我記得昨天他老公斬丁截鐵說 就只有三戶 結果馬上晚上五戶嘛 對不對 那現在到底哪裡哪裡 到底要怎樣嘛 你要當一個副總統 你連自己名下這20年來到底買賣 或是擁有多少房產 你都搞不清楚嗎 我覺得最主要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自取為叫人權富幼 那個弱勢律師啊 搞了半天是心態問題 我問你 我現在住大樓 我們不用繳管理費嗎 哪一個中華民國有管理員 有管理委會的人 你不需要講管理會 我們自己家裡的水電 哪一個屋不是自己出啊 難道是別人出嗎 然後呢 我們家的停車費 如果你不買的話還得租呢 更何況他現在這個等於說 現在的官家宿舍那個地方 一個月至少六千塊 他買行車費起跳嘛 他得了便宜還賣乖 還可以列出來說 我們要繳管理費 我們要繳這個等於說水電費 我們還要繳什麼 講一大堆 月租金七百塊 你就故意不講月租金 你知道嗎 講得好委屈 我告訴各位 他們家一伙人是很奇怪 為什麼呢 他特別講說 這個房子有十幾年了 很老了 那十幾年的房子很老了嗎 然後他說又漏水 地板又翹起來 所以他們花了六七十萬來整修 所以他就把這六七十萬 平均分攤在十年裡面的每個月 因為我這樣加起來 所以呢 每個月等於說 等於說支出一萬塊 你得了便宜還賣乖啊 你不住進去 就可以 你不要去佔人家的便宜 就可以不要去繳這個所謂 你就不要去弄這個六七十萬嘛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很多人是 根本連排 你以為每個檢察官都排得到嗎 你以為每個司法官都排得到這個宿舍嗎 大家 因為我有認識司法官 我有好朋友是法官是檢察官 不是每個人都排得到了 就好像軍券一樣 就好像很多的這個所謂的軍宰父一樣 我的部隊是特種部隊叫這個政戰特選隊啊 昨天一個學長打電話給我啊 那幹狗啊 為什麼 他是職業軍人 他們去抽籤是抽不到的 你知道嗎 不是每個人 所以在這個地方 也告訴我們的法律的漏洞 我們的國宅現在有所謂的十年條款嘛 合宜住宅 對不對 現在包括軍宰在內 以後是不是都要規定 就算你五年騎馬還是十年騎馬 你要轉售都只能賣給軍人的眷屬或子弟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照顧這些軍人 因為他們的所得有限 國家為了給他們的保障嘛 才有這個所謂的倦存改建的軍宰嘛 結果你被這些人利用法律的漏洞 貪小便宜的心態 然後呢 我們可以說他不勞而後 他們還有跟你講說 我要冒風險耶 我很危險耶 我要冒風險耶 還有人真的冒風險 我還得多加一點錢耶 他從來 從他們夫妻兩個人對話裡面 包括他們不願意搬 四年前輸家權的農舍是合法 但是不符合社會的觀感 到最後捐出來 這個捐出來我是給他肯定的 國民黨那時候露了一狗票人出來 到現在捐了誰啊 到現在為止 還不認為說去佔用人家 也不能說佔用合法 合法 他們兩個最愛講合法嘛 合法的使用 可是你明明有這麼多的房產 你為什麼要讓人家 其他的檢拿官辦不進去呢 你為什麼不能體恤人家呢 你為什麼不搬走 到現在他們還堅持不要 而且更好玩的是 你想想看 他們說他在這個檢拿官宿舍裡面的六七十萬呢 他們是每個月分攤 然後呢 他們家買了那塊苗栗南莊的地 說他整整整地的那些錢 水度保的錢 又要人家人物主啊 就加這個錢給他買回去 好奇怪 很多錢不是應該你們要自己吸收的嗎 如果不是因為你夫妻的職務 全大四大位高全尊 人家必須這樣做嗎 好這個南莊這塊土地 我們來稍微簡單詮釋 詮釋理解一下 他們怎麼反應 王陸軒透過他們辦公室的人怎麼說 他說買多少錢 再加上他誰都保存整地的錢 然後呢 要原來的賣主買回去 然後他後面加了一句話 強調一句話喔 所以沒有獲利 他還去強調沒有獲利 就要像瑞德剛講 我們住這裡 我們水定費自己出 可可你從後面這一句話 我們叫地主原價買回去 土地水土保住 我真的付了這個錢啊 所以加這樣土地保住這些錢 有沒有利息聽說還在討論 但是他後面補一句 人家我沒有獲利 他一直就說 我沒有加錢要那個地主買回去 只叫他原價買回去 林喜地攻下面 這是什麼心態 但是他也沒損失啊 這個依照是羅淑蕾 他在電視節目裡面講的 因為羅淑蕾有親身經驗 那王如璇跟世紀青要做隔壁鄰居要退休 然後買了這個山坡地 他其實當時就是想蓋成農舍嘛 按照我們的農委會最新的公布當時 所以他去整地去做水土保持 那是為了自己將來要蓋農舍 後來發現農舍蓋起來爭議太大 就叫原來的地主買回去 那人家原來的地主 為什麼要幫你付那個 你去整山坡地啊 或者說水土保持的錢呢 人家本來不想做這事嘛 結果你非逼人家要把 你付出的這個錢給吐出來 後來我請教一下 然後還說對方說 正常情況之下 正常情況之下 你賣給他了 現在他說 我不 他應該折價還給人家才對 他應該打個七折八折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人根本就是霸道 而且自私 而且還非常的沒有同理心 這一對夫妻 一個檢察官一個律師 真讓我們看盡了這個 國民黨執政之下 所培養的這些偉大的 這些官員呢 總之我們看到 我們的政府的為什麼會崩壞 那幸好我覺得朱立倫也好啊 他要不是他提名了這個王如璇 我們還不知道 後面有個姓黃的檢察官 這麼可怕咧 還有什麼曾永夫給他這個宿舍 他們可以住宿舍 花那個少少錢啊 這個之外 還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賺價差 這些人 你這一生到底頭髮是什麼呀 你還說你是弱勢代表者 你檢察官還是公義的執法者 真是令人啊 我認為眷村裡面的這些 你知道藍營的軍人子弟們 他們有一個最大的這個信仰 當然就是中華民國 反台獨 然後就是正義 現在呢 把這個正義跟中華民國的這個招牌 其實已經被馬英九玩得光光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最受傷的 其實是常年支持中華民國 支持國民黨的這些爺爺奶奶 叔叔伯伯們呢 請你們張大眼睛 把這些人都趕走 趕走之後才有新生的機會 才有你們的權益 因為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順便講一下 那個他先生現在好像不叫做黃東勳 叫做房東勳 你一定要叫他房東勳 那個慶元 其實很多人都在問 這裡面除了社會道德法律問題 我真的按誠情來講 我認為還有威脅恐嚇的可能性存在 是不是 是 我賣給你 你現在要退給我 不但我等於多花錢 我是房東 我是原來地主 你覺得那個地主會說 你說的真有道理喔 很難受 當中我不知道蘇家權 還是什麼有這種事 是不是 會是這種情形嗎 買賣土地 本來是你情我願嘛 那原地主 好不容易把它脫手賣給他 因為那個上面 因為山坡地不好賣 不是啦 山坡地不好賣嘛 而且那上面有人爛肯爛見嘛 他怕那個土石流 到時候他蓋了房子 他的爸爸住在那邊的話 會有生命的疑慮 明明明明明明就是 剛剛叩叩姐所講的 或者盧雀 明明就是因為農舍 不可以蓋 對 當時又碰到那個農舍 不是不可以蓋了 事實上可以蓋了 只不過說蓋了以後引起爭議 有愛觀瞻 有愛觀瞻嘛 當時他懂得有愛觀瞻 不願意去蓋 然後呢 要去賣賣不掉 要賣回原地主 這個過程我覺得 當然讓人覺得也蠻荒謬的 不過我覺得今天很重要就是說 王如全是人權律師 那人權有一個核心價值 叫做居住爭議跟分配爭議 這非常重要的概念喔 那麼各位知道 整個的這個君仔 他在禁止買賣的這五年之內 其實啊 他本身來講 你身為夫妻兩個人 都是法律人嘛 對不對 都知法嘛 那知法的話 法的精神原則 就是你禁買嘛 對 禁買結果你跑去買 對不對 用其他的巧門去把它買下來 其實基本上來講 跟這兩位法律人喔 玩法 脫法 弄法 就這樣簡單 那今天我們所有蓋君仔 大家都知道啊 都是用造價 用土地的公告限制 很便宜的賣給這些 農民農捐的眷屬 用意在哪裡呢 這是納稅人給這些特定對象 社會福利的一部分 結果呢 你卻來搶奪這個社會福利的大餅 那我覺得基本上來講 他就違反了分配正義 這是很重要的 那麼再過來 你說你今天先生是檢察官 然後去住職務宿舍 一住住了十年 那你自己北北基有房子 你台北市有房子 你新北市有房子 結果呢 你自己卻把自己的房子 拿去收租金租給人家 然後自己呢 卻來租一個一個月租金七百塊的房子 你自己如果有其他有房子 你管理會不用付嗎 當然要付嘛 所以管理會不能納入租金的 租金的價錢你們去計算嘛 你一個月只付七百塊 然後呢 你卻來貪這樣的一個便宜 基本上來講 是違反分配正義的 居住正義的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多的檢察官 在北北基桃都沒有房子耶 可能在中南部耶 結果呢 敢入不敢沿耶 然後呢 來這裡要申請一個職務宿舍 被他站走了 被他站走了 這個對檢察官來講的話 是嚴重影響他們的居住的分配正義耶 是 然後再加上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國民黨執政這七年多來 請問房地產漲了多少 漲了差不多一倍耶 那漲了這一倍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買不起房子 房子漲價 現在水漲船高租金也跟著漲 年輕人租房子都租不起耶 我今天年輕人 既買不起房子 又租不起房子 那你在那邊 影響居住正義跟分配正義 你告訴我 這年輕人選票 你今天朱立倫找王盧璇 不要講軍人反感 連年輕人對這樣的一個 王盧璇這樣的影響 分配正義跟居住正義的 這樣的行為的話 你認為他會有選票嗎 而且也影響到 我們本節目的公信力 因為我們在講的時候 等到大家看到的時候 或者這個同時 可能要拍出來 郊西多一個 那你多一個 真的我覺得 也對不起我們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好 繼續 謝謝 不過我講說 王盧璇他們搞這些軍宅 真的現在跟做軍火買賣一樣 這邊報那邊報 朱立倫還能夠 這樣子跟他一起拖下去嗎 我懷疑朱立倫跟王盧璇的組合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利益 因為王盧璇又被他找去做什麼 黨產小組的這個召集人 然後現在又有這個朱立倫想要用基金會的方式 有人懷疑他是要無鬼搬運黨產 所以朱立倫如果硬著頭皮 死豬不怕滾水燙的兩個人要綁在一起 那朱立倫大概知道自己政治生命要結束了 可是他們現在保障的是什麼呢 各位 因為連戰家族 或說連戰的人馬被朱立倫幹掉之後 其實有些人提醒我們說 高逸仁家族是不是在等候 那馬英九當然也是蠢蠢欲動 所以這些人其實都已經不在乎 國民黨三個字 因為在他們的這一輩手上 他們就算是國民黨可以存活 他們也是國民黨裡面被驅逐走的一些敗類 所以他們現在是不是要的都是利益 這個更可怕眼前擺著就是不到兩個月 總統加上國會立委要投票 大敗選之後還有國共論壇 今天早上國民黨裡面有人告訴我說 他們現在的氛圍就是朱立倫已經放棄了 反正就是把自己利益保護好 然後馬英九要班師回朝1月16號以後 所以1月16號到5月2號 國民黨裡面的大內鬥 會不會造成台灣什麼樣的傷害 我們真的是要拭目以待 而且要觸目驚心的來監督當眾 是 小平我難以相信 大費周章換下洪秀柱 到現在其實負面效應還沒完全消除掉 現在再來一個王盧璇 你講得很好 為什麼要大費周章換柱 對啊 難道只為了換柱 有目的 換柱是要換的 一中投票選不下去 你變成一個大新黨 你票會極小化 可是不一定要找王盧璇對不對 這是兩件事 再來呢 我沒有看過南庄那塊地 我覺得可能不只是社會觀瞻 我認為南庄那塊地 在林可大領之後 是不是順向坡 是不是超過30度以上 搞不好不能幹農社 所以他就反悔了 我猜啦 我覺得有可能 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覺得態度很重要 大家也不要對國民黨失望 你還記得三黃一流嗎 記得吧 三黃一流投資客 誰打的 買了八百 中小平監舉的 那個還被收押 我得罪很多人 我們力量很小 可是我們的理想很崇高 國民黨還有人在為居住這一拼 王盧璇講拼 不信我拼 我講別人會戲碼 小平 現在把王盧璇換下來 你接手來得及嗎 來得及嗎 來不及了 登記了嗎 來不及 然後我舉幾個歷史的事件 最後處理得好 而可以和緩下車 第一個 1994的 那時候謝長廷每天一問 問趙阿康那塊地 捐出來了 對不對 你不要囉嗦了吧 第二個 叫謝長廷在宜蘭蓋農舍 我猜了 沒有人囉嗦謝長廷了 第三 叫做這個 這個 這個你蘇家權 我捐了 第四個叫做 宜蘭的縣長很明快 宜蘭的主秘 就等於秘書長的角色 他也蓋農舍 那我 叫他 我辭了 第二天就完全沒有新聞 原來是有相死心啊 是 這就是政治的事 要政治的來處理 那這件事我再重申一遍 一 朱主席要有態度要管事 要介入 而不是現在同盟的關係掩護 二 就是他來龍去脈說清楚 然後謝惠正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賺了多少錢 一五一十交代清楚以後 若干的比例捐給公益團體 特別是捐給農民之家或什麼 我認為這個才可以止血啦 我的看法啦 是 那個 國民黨不是每一個人 都像王如璇這樣子炒房 我也相信小平平常在所有的節目上面 他的言論可供檢視 國民黨還是有正義的人士 但問題是對不起 國民黨高層並不重視他們這些人的聲音 所以從副手的選擇 他還是選擇了王如璇 到今天登記的時候 他對這個問題裝作沒聽見沒看見 這個是事實啊 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 從開始到現在造成的沸沸揚揚 連國民黨黨內都罵 如果國民黨真的有心改革的話 把鍾小平這一種放進去當不分區的名單 我覺得都比現在的名單漂亮一百倍嘛 但對不起國民黨高層他就不願意 所以剛剛說給國民黨的機會又怎麼樣 現在國民黨的高層 他現在認知就是說 我現在做的就是不對啊 我現在選的 不管你們怎麼買 我們又檢討改進啊 歡迎喔 2018年我們管理長 歡迎我也幫你內定好了 日空日空年要選立委員 我也幫你內定好了 你所有的這些事情 那這些改革知識的力量 居然沒有受到重視 為什麼要給現在的一個國民黨這個機會呢 人軍我告訴你 朱立倫現在要換王盧軒 有一個麻煩 因為王盧軒知道黨產 因為他當黨產檢視小指造極人嘛 所以清元兄 朱立倫是不是欺負地條的 也沒有辦法動彈不得 因為可能王盧軒知道他黨產的一些問題啊 你看他現在找了一個新語台 搞了九千萬去成立基金會 是不是他也沒辦法動王盧軒 我覺得這個都是合理的一些推論跟想法 因為他既然是黨產公正小組的這樣的成員的話 我們不要聽到公正那兩個字 我相信 這個 我相信王盧軒大概對國民黨的黨產 應該是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熟悉 那他會不會去這個用類似套軍仔來套黨產 貪大便宜 我就搞不清楚了 但是我認為總是因為這個朱立倫找他 擔任這麼重要的黨產涉及黨產的相關職務嘛 就表示說朱立倫對王盧軒是信賴有加 這是肯定的 知道這個人會投資 我黨產也需要投資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朱立倫知不知道他有這種本事了 那但是我一直在強調說 在第一時間其實我在公開就呼籲王盧軒應該直接道歉 他直接道歉可能就可以立刻止血 因為其實這種東西就是我願意道歉嘛 我知道我違反分配正義居住正義嘛 我過去可能我自己是錯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被那個這個可能是軍仔的仲介業者 讓我覺得幼稚以利嘛 我覺得這樣基本上也是正常投資嘛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把它視為正常投資嘛 我也當副總統候選人 對我也不知道我要當副總統候選人嘛 其實他道歉台灣人很可愛的 只要你在第一時間真的是你是願意道歉 然後呢監察院也好 大家認為說在有沒有違法上 事實上是有一些爭議沒有錯 但至少沒有人說他違法 只說他脫法嘛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的話 道歉就可以止血 但是很嚴重的 但是很嚴重的 你太寬容了吧 道歉就可以 從未道歉 最嚴重的就是他從未道歉 不但從未道歉還自覺委屈啊 道歉來不及了 還自己覺得委屈啊 誰稀罕這種廉價道歉啊 還覺得委屈 這就很嚴重了 他連道歉的不願意的話 這個是屬於啊 非常不適合副總統候選人 他還覺得委屈耶 住職務四歲的 你看我不只付七百耶 我還有十職我付一萬多耶 很委屈喔 然後你看我只買三戶耶 是給媽媽的給妹妹的 還有我自己要住的 我也委屈耶 秀欣你都沒有來稱讚他 結果你罵他 我覺得朱立倫基本上來講 他連自己說 我是鄭所稅十二年國駕 郵電是三大錯誤政策 他把推動協助推動三大錯誤政策的 我們請進來賴士寶 拿去把國民黨的正招的 屬於是